你們看 我的名單上面有85個同學 那大衛當週日記85個時間 教室有85個座位 然後再加了5張的題目 應該是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呢 因為同學非常小學這門課 那我是來者不具學 因為我覺得同學非常學 都非常樂意 跟大家來共同研討這個會計的意見 所以呢 我跟上次已經有講過 如果人數確定之後呢 我再來跟西班討論看 你們看我們 回到我們今年幾個教室 沒有辦法呢 因為只有1037點容納100個人 80張桌子的話 然後如果再擠 用程度的利率 沒有辦法呢 該最高級的 多最高級的 很好看 那麼我去吃 那我就說 那最重要的 就是 就是 可以 可以 準備 我們 其實 一次 這個 第一步 好,所以我們現在至少都決定了 因為我們在跟吃飯的製作兩次 我們在想要做我覺得辦法 然後我吃過了 好,好,好,好 谢谢观看 我們先看一下呢,我們上個禮拜講的有什麼問題 上個禮拜三的有關於這個公和損益表公司講到一點點在出態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多了一個停業不滿的問題 停業單位損益的表達的問題 那課本上面呢,我想很多人的經理來說,可能都能開始看 但是呢,我們是時間是不停留的,所以我們要繼續往前 所以呢,如果你這個今天才拿到書之前都沒有看的話 今天書次呢,那先掌握吧,上個禮拜先步行一下吧 因為今天要講的東西呢,可能你得用力的做筆記 好,因為呢,這個部分會是它的下策 但是呢,根據我的下策的編排呢,我可能是不會上到這個部分裡面來的意思 因為這個地方會講很多 因為如果真的要把那個張嘴講完的話會很多 那我今天會把那一部分呢,就是下策的,我們下策的這個是第幾章 第十二章嘛,那我們的下策應該是十三、十四或十四、十五吧 十三、十四的樣子,會講到是金融商品的問題 所以呢,但是我們,因為金融商品呢,其實它還要會談到有先進金融商品 然後它有金融商品來轉換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把那個部分拿出來講 因為那個地方如果講的話,可能要花可能是三到四節課 四支上課的時間,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去講這個部分 然後相關之上那個地方也比較複雜 好,那我再談一下呢,就是接下來呢,比較容易碰到的 那基本上觀念要有的,所以先跟大家講 就是今天在講,綜合水利轉的時候會提到的問題 好,那我們上個禮拜呢,講到本期水利之後 開始再來,其他綜合水利 那其他綜合水利,我們上個禮拜先講了一個,講了兩個 也也是資產重複增值 那這個資產重複增值呢,我們會放在固定資產的時候 應該期末,在學期的期末會提到資產重複的問題 有關固定資產,如果發生資產重複,那後續怎麼處理 那這個會連在我們的存益表裡面 也就是我們的綜合存益表裡面的其他綜合存益 有關於重複增值,會發生實在的存益 然後這個我們等到固定資產的時候 就是第八、第九、第八章的時候來產 第七章、第八章的時候來產 然後呢,我們上個禮拜來講到一個 未認業退休金禁粉絲的這個部分 那我也帶過,因為基本上我想再過個十年左右 大概這個問題也會消失掉才對 那不過呢,因為這個地方要講的話 要跟退休金綁在一起講 那跟未有金講的話呢,可能又會談很多 因為退休金光是那個當時也可能要花兩次上課的時間 所以那個部分我可能也不會 因為他如果要講那個住商可能會牽扯比較多 所以我們這樣講,我們一共有五個是屬於 我們剛剛上次講經理辦到六十六頁 我們上次講到第六十六頁 所以其他綜合屬益的內容 第一個是資產重複增值的變動 就是資產重複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確定福利計畫的精算整益 確定福利,這個就是指我們的確定幾部的退休金 退休金是一個獨立制度之下所產生的 所以確定福利之下的這個精算變動 精算假設的變動所產生的水益 就是我們之前所講的未認電退休金進水益的部分 然後所以這個地方呢,我們上個禮拜也稍微帶過 那也提到了一點點,所謂的確定福利的問題 然後再來第三個,我們要談換算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所產生的損益 好,這個呢,它是這樣的交易 這個交易,它是它的快速可用叫做 換算累積換算調整數 那我們要先談一點點就好了 這一點點的概念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在應該是在我們的高塊裡面會講到的 好,就是高塊裡面的 當你持有國外的 就是你在國外有設置公司 或者是你有投資國外的機構 國外的公司,然後所產生 當你要去報導你持有這部分的股權也好 或持有這部分的資產也好 那你所要表達的 就是說你要怎麼去做表達的 好,這是所謂的累積換算調整數 那我們現在談一點點就好了 這個概念 我想,如果大家有像國財的話呢 可能也會提到一點點 我想當時應該不會聽過所謂的功能進步 好,那我們財務報表用的貨幣我們叫做報導貨幣 這個地方你一定要先聽到 要這樣你用很用力的去做筆記的部分呢 我們待會兒一起看看 好,我們財務報表上面 因為報導的時候所使用的貨幣 我們叫做報導貨幣 好,然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所謂的當地貨幣 好,這幾個名稱 或者叫做氣障貨幣 這幾個指的是什麼意思 剛剛講報導貨幣 就是你在你的財務報表上面報導的時候 所用的貨幣 你叫做報導貨幣 那什麼叫做記帳貨幣或當地貨幣 當地貨幣就是假設你是國外的法人 你在台灣設公司 那你要用什麼? 新台幣記帳 所以新台幣就是當地貨幣 所以也就是你的記帳貨幣 因為你記得當中 雖然你是國外的公司 可是你在台灣設立公司 所以你還是要什麼? 還是要根據台灣的一些法律規定 來申報你的營收 或者甚至你的營業稅 甚至你的所得稅、營業稅都是有的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記帳貨幣 好,那什麼叫做功能性貨幣? 也就是說一個企業它主要使用的異別 叫做功能性貨幣 譬如說,好,我是在台灣設立公司 但是我的銷售產品的對象都在歐洲 所以說你在歐洲的話 那你一定是用歐元來報價 對不對? 所以對台灣的公司來講 我報價的時候 我一定用歐元來計價給歐洲的國家的消費者 他來決定他要不要採購之類的 所以我的功能性貨幣就是歐元 雖然我是在台灣設立公司 雖然我很多的記帳 我的記帳都是用台幣、新台幣 但是我大部分 但是我的產品因為都銷往歐洲 所以我的歐元就是我的什麼? 主要的異別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我的功能性貨幣 也就是說公司的主要的業務 所採用的貨幣比較多的 我們叫做功能性貨幣 好 那所以這兩個會不會一樣? 當我剛剛舉的一個例子 當我是在台灣設立的公司 那因為我生產出來的產品 所以我在台灣設立公司 所以我必須用新台幣記上 好 但是我生產出來的產品 我都賣到歐洲去 所以功能性貨幣是歐元 所以這兩個不同地裂吧 好 那假設我台灣這個公司呢 其實是什麼? 是美國的一個 想設美國的司科 在台灣設立的子公司 好 那所以呢 它的報導貨幣 也就是說台灣子公司呢 是不是要跟美國的母公司 合幣報表嗎? 跟合幣報表嗎? 好 所以它的報導貨幣就是美金 就有三個囉 所以這三個匹別可能都各自貨幣 這三個貨幣可能都是指不同的匹別 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有沒有可能? 當然沒有可能 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怎麼去做? 因為最終是要到報導貨幣這裡 好 不要講到那個司科好 講台灣的台積電 好 台灣的台積電 在美國也有設 西埔也設子公司 好 所以子公司是 因為是台積電出資 在美國設立的公司 所以台積電就持有它的股權 超過某一個比例子 我們現在目前就是 比對這家公司有控制力的時候 我們就要編合幣報表 好 那所以呢 它在美國呢 有設立了這個公司 那個西埔設立子公司 一家公司 因為台積電是 它是持有控制的股權 好 那假設呢 台積電呢 這個西埔生產出來的東西 它主要是供應給 假設好了 歐洲好了 我們還是講歐元好了 畢竟那個幣點是比較大的 它是生產出來的產品 是提供給歐洲的那個公司 來銷售 好 所以呢 它賣的東西主要是外銷到歐洲去好了 所以它這樣就回目我們剛剛所講的 只是我的報導貨幣是新台幣 那在美國矽谷的公司呢 它的當地貨幣就是美基 那因為它賣生產出來的東西 主要賣的對象是什麼 是歐洲 所以它的功能性貨幣就是歐元 好 所以這三個不一樣 好 那今天台積電呢 年度結束了 好 它要報導 它要做報表 它要編制報表 那這個報表呢 因為根據我們的法律規定 或者是會計準則的規定 當台積電呢 持有這家公司超過 你不能想用股權來看 是對面有控制力的時候 就要編一合幣 但是美國這家公司呢 因為它是用那個美金智障的 因為它是美國設立的公司 所以用美金智障 所以美金是它的當地貨幣 好 那歐元呢 是它的功能性貨幣 好 那新台幣呢 是它的這個報道貨幣 所以當我們要把美金的報表 跟我們的新台幣的報表合併的時候 你當然不能美金的一塊錢 你加台幣的一塊錢 你加等級 好 所以我們要先做一件事情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 所以當地貨幣或基障貨幣 先做所謂的衡量 再衡量 好 把當地貨幣的金額轉換成 就是把美金轉換成歐元 好 因為呢 它的主要的公 它的主要的那個報價 或者說主要的銀 就是一個歐元氣價 所以我等一下把它還原成歐元 因為當時我氣象是寄在美國的那個子公司 美國的公司 所以它用美金氣價 但是我要美國的子公司 要跟台灣的台積電這個母公司 邊合邊報表的時候 我要做兩個程序 第一個就是先把當地的美金 先轉換成歐元 這個比較轉換我們 我們叫做再衡量 好 這是再衡量 好 那再來呢 轉換成功能性貨幣歐元之後 一樣也不能跟台幣直接相加啊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再做一個換算 好 這最第一個先告訴你說 當你是這樣的一個跨國的公司 然後開始產生這種情況 這是最複雜的 因為它先再做一次再衡量 然後再做一次換算 那有可能當地貨幣 就等於功能性貨幣的話 你只要做換算 那你有可能什麼 當地那個報導貨幣就是功能性貨幣的話 你只要做一個什麼 你就要做一個什麼 再衡量 就可以了 好 就是說如果你的功能性貨幣 是報導貨幣的話 那你只要把當地貨幣或記帳貨幣 再衡量為功能性貨幣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好 也是說他們每一個科目 你也想要我們直接從試算表 因為報表裡面呢 我們是不是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之前在講出塊的時候 我們也講出我實然式的工作底稿 實然式的工作底稿前面是不是一個 調整後試算表 比如我們調整前試算表 調整分路 調整後試算表 那麼根據調整後試算表的科目來分 哪些是屬於存益表的 哪些是屬於資產貨幣表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現在不從存益表來看 我先從試算表來看 好 那試算表呢 你要知道試算表裡面 有資產、負債、權益、科目、收入、費用 五大類都在試算表裡面 試算表一定要平衡嘛 對不對 好 但是我的試算表 當我假設我是美金的調整後試算表 但是我要把它轉換成歐元 我要再衡量為歐元的時候 我每一個科目所用的匯率 如果我每一個科目成的匯率都一樣 它不影響試算表的平衡 我覺得試算表都平衡對不對 每一個科目都乘上 假設美金跟歐元來講是乘上1.3好了 歐元現在假設1.35、1.29、1.32等等 就是大概那個上下最近的活動 大概就是在這裡 所以假設我一塊錢的美金 一塊錢的歐元相當於1.32的美金 所以我們現在是從美金分算成歐元 所以它是什麼 應該是算是間接會議 所以你要把它從一塊錢的美金 除上1.32 算一下等於一塊錢的美金 相當於多少歐元 所以通常現在我看到的都是 1除上1.3 所以等於是0.77好了 1塊錢的美金相當於0.77歐元 好 所以如果我所有試算表的 每一個科目管界也好 代也好 都乘上0.77 試算表還是會平衡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呢 因為我們在做這樣的再衡量的時候 每一個科目 因為它的所適用的貴率是不一樣的 所以假設我的現金資產的部分 流動資產 我是用什麼? 限時匯率 就是假設我報導期間結束日是12月31號 我就12月31號那一天 1塊錢的美金可以換算成多少歐元 來做再衡量 但是呢 我有一些的科目 譬如說損益表的科目 因為它每天都會發生的 所以我不能 基本上我不能把哪一天的收入 用那一天的匯率去做換算 所以我用平均匯率 所以我損益表的科目 大致來講說用平均匯率來算 好 都用平均匯率來算 那最後呢 但我說了 流動資產是用那個現時匯率 那我的固定資產我用的是什麼? 用歷史匯率 好 那我的損益收入費用累的科目 我用什麼? 我用平均匯率 所以一個試算表 每一個科目用的匯率不一樣 所以最後換算成歐元之後的試算表會不會平衡? 不會平衡 但是這個平衡是你有錯嗎? 沒有錯 這是因為你根據它的規則 它的準則裡頭 要求所用的匯率 那個每個科目用的匯率不同 而導致的不平衡 所以最後我一定要讓它平衡 試算沒一定要平衡 所以最後當它不平衡的時候 我就會產生對換損益出來 好 既然叫做對換損益 那當然是水什麼? 隨意表的科目 好 這個你先聽懂 先聽一下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是告訴你這個所謂的功能性貨幣 什麼叫功能性貨幣 你先要去理解一下 好 那我剛剛講說我從當地的貨幣 然後要把它再衡量為功能性貨幣 那我簡單一點講 我從調整後試算 就是試算那個調整後試算表 你看 因為每一個科目根據我的會計準則的規定 每一個科目所適用的匯率不一樣 所以都一樣美金換成歐元 但是因為每一個科目它所適用的匯率抓的時間也不同 大部分來講 損一百的科目都用平衡匯率 好 我的流動資產用的是現實匯率 我的固定資產用的是歷史匯率 好 那我的負債呢 好 負債也是一樣喔 我是流動負債用現實匯率 如果是長期負債用歷史匯率 然後我的 如果我是權益的部分呢 股本的部分是用歷史匯率 但是保留引力的部分是算過來的 也是算過來的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這往後如果 這高塊裡頭有講過怎麼去編合幣 那我只告訴你說有這麼一個程序 那以再衡量之下所產生的 如果最後換算之後的是 再衡量之後的那個試算表是不平衡的 但是這個不平衡不是因為你的處理錯誤 而是因為匯率上面使用不同而產生的 所以最後我一定要讓它平衡 那最後平衡加了一個科目 我就叫做貴萬損益 既然叫做損益 它就是屬於損益表的科目 好 所以既然是損益表的科目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本期損益的上半段 或者就是本期損益上面的那一段 或者叫做業外損益 好 那我上次也講過這本書其實也有幾大 國際快捷準則並沒有那麼強要 所謂的業內業外的問題 好 這個姑且不掉 好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中和損益上面所產生的 因為我剛剛講的 對換損益是直接會影響本期損益的 好 那我現在從功能性貨幣 歐元要把它轉換成新台幣 所以這個動作我們叫做換算 那我換算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不同的科目 我也是換算之後的試算感 就我在衡量之後的調整後試算感 然後再來因為平衡了啊 然後我再把歐元換成新台幣 那一樣啊 根據我們的這個動作 我們叫做換算而已 叫做translation 如果英文來講 好 換算這個動作 我們也是用那個試算表來看 比較容易一點 那試算表的科目調整這個 我們從美金換 再衡量為歐元 那這個歐元之下的試算表還是一樣什麼 還是以試算表來看是平衡的 因為最後不平衡 試算表歐元的科目呢 我一樣要再把它再換算為新台幣 那這個動作我們叫做換算 那這個換算呢 我們就也一樣啊 試算表裡面也一樣啊 我會計五大要素都有 那這五大要素呢 它所適用的匯率跟錢力一樣 跟財力一樣都不一樣 那這都不一樣呢 規則又不太一樣了 試算表裡面 准益表裡面的科目 收入費用類的科目 絕大部分是用平均匯率 絕大部分 但是我們有說百分之大 好 然後再來呢 我的資產負債表的科目 資產負債 資產負債都是用現實匯率 股本 只有股本是用歷史匯率 所以總而言之呢 就是說 因為當你平衡之下的試算表 因為每一個科目用的匯率不一樣 導致最後的結果就不平衡了 那試算表不平衡 我說這個不平衡 跟財力一樣啊 也不是你處理的作物 是因為它規定不一樣所產生的 所以最後 我要讓試算表一下平衡啊 結果產生一個換算調整數 好 但是因為每一年 我都要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是累積下來 因為換算調整數 它跟剛剛的對換屬意不同 因為它沒有直接放在本期損益的向下 因為它不會直接影響本期損益 它是放在其他中和益 所以我的其他中和益 所以我的其他中和益有五個 五類交易 特別上覺得有五類 好 第一類 第三類 第三類裡面我們就會產生一個 累積換算調整數 這個教育就是什麼 你持有國外醫院機構 包包這樣子的 就不用了控制累積換算調整數 但是也是什麼 當年度的 當年度的數字 所以你要講說那我不要叫累積 好像會感覺上是以前下來的 我就是叫做換算調整數也可以 好 這個累積我就不要了 好 也就是說 因為我從功能性貨幣要轉換成 報導貨幣所做的一個轉換的動作 產生的因為匯率使用的不同而產生不平衡 那我要讓它平衡 所產生的叫做換算調整數 讓我影響 因為上個年度 因為這個東西既然不會每一年 直接放在損益表裡頭 影響本期的分數 所以它因為什麼 會有一個起初的經驗 就是我這邊綜合屬意表裡面的 綜合屬意表裡面的其他綜合屬意表裡面的 其他綜合屬意表裡面的其他綜合屬意 就報導是當年度 當期變動 我期初換算調整數獎就了100萬的新台幣 那期末呢 我變成120萬 那我這邊其他綜合屬意上面 就今年增加了20萬 好 這是第三個所謂的 這篇課本66列書講的是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都產生了數字 那因為呢 因為我這個 我們會放在其他綜合屬意 基本上要有一個概念 為什麼不會直接去影響本期的審議 因為它不會很快就實現 如果很快就會實現了 我就直接放在本期審議裡面了 就像我們上個禮拜也講說 我停業單位的固定資產 期末產生的 還沒有賣之前 我是不是要做評價 都產生了評價損益 為什麼 就算是停業單位的評價損益 我會跟徒 跟損益綁在一起 因為停業單位就是很快就要什麼 實現了 所以它的損失利益我都可以承認 在我們國際貿易選擇裡面 講的審生性 它的利益未實現可以承認 但是一個潛意是什麼 這個利益很快就會實現了 我就可以承認 好 所以 那我們剛剛講說 其他綜合屬意 基本上就因為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所以我就不會直接去放在本期審議 去影響本期審議的結果 好 所以一樣換算調整數 也是要貌去這個國外的審議機構 那我不會很快就把它賣掉 我一直要保有它 我既然這家公司有控制權的話 我基本上是不會輕易放掉 我對這家公司的控制 好 所以這個你 因為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應該對你未來的領域上面也好 或是對你的產品來講也好 都有你的幫助 都有你的計畫 所以你不會短期去處測掉它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所以它的變動 我們不會直接去影響本期權利 我會放在其他綜合屬意裡面 好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第一個要先知道說 這些損益發生都是會影響股東權利 都會影響權利 但是因為呢 它這些其他綜合屬意 不是很快就會實現這個損益的 所以我就放在其他綜合裡面 如果很快會實現的 我原則上會放在本期主義裡面 好 所以我本期主義裡面 別大部分都實現 或者是短期間會實現的 我就可以放在那裡 好 這樣搞清楚了嗎? 好 這是換算調整數 好 換算調整數 所以它說國外營運機構的財務報表 要編合平所產生的 因為要這個把國外財務機構換算所產生的 好 再來第四個 好 第四個呢 就可能就是你要用力去計的 第五個呢 我可能給誰帶過而已 現金流量這也是比較 現金流量P型的 這個我們待會兒再講 好 我們來談第四個 先去看看上面的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呢 我們大概用力計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會談一下 我們的金融資產 好 負債呢 我們暫時先去講 好 金融資產 好 金融資產呢 它的 我們金融資產只要是什麼 其實那個 我們大致來講 投資的金融資產可以 現在比較常看到的有兩大類 一般公司來講 不是股票 就是債券 好 我想喔 一個公司 取有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 我們叫做資產 公司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叫做什麼 公司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叫做什麼 庫廠 好 還有喔 不用我這邊徵詢答案 好 給你一個 好 所以你做經驗 我就看得到沒有表情 所以公司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 我們叫做投資 那公司持有別人公司的發行的債券 我們也叫做投資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公司持有的資產 金融資產其實大部分來講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比較多的是